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最新作品《蒼鹿與少年》雖然票房亮眼 但如同我們之前解析《結局》和《影域》的兩支影片中提到 片中有許多沒有被解釋的異世界設定 十分隱晦的主線劇情,以及難以連貫的支線 還是讓許多人在看完之後感到困惑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再次搭配兩本原著小說 回答最多人問的《蒼鹿與少年七大問題》 相信會讓你對這部電影有更深的了解 其實這部電影在日本國內的正式片名並不是《蒼鹿與少年》 而是和兩本原著小說中其中一本同名的《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這是由日本昭和時代的評論兼兒童文學家吉野元三郎 在1937年出版的小說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被叫做小哥白尼的15歲少年 在單親媽媽的照顧之下成長 她經歷了友誼、霸凌、還有人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時而困惑、時而頓悟 好在在每個事件之後都有名裡的母親和舅舅可以對話 也因此舅舅會針對每個事件去寫下個人的見解 以及對少年的提醒 這本書不只在出版後就相當暢銷 後來還被納入日本的教科書 在日本有極高的知名度 不過應該是考量這本書在日本以外的國家知名度並不高 再加上書中的內容與電影的劇情關聯性並不高 所以才會以片中的兩個角色命名為蒼鹿與少年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中提到《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這本書 除了是以真人母親的遺物出現之外 和劇情其實沒有太大的關聯 更多的是價值與精神的連結 而製作人林姆敏夫曾經透露 蒼鹿與少年還受到另外一本小說的深切影響 那就是英國作家約翰·康諾利 於2006年所寫的小說《失誤之書》 The Book of Lost Things 失誤之初的主角是一個名叫做大衛的12歲少年 在戰爭期間母親病故加上父親再娶的打擊 以及即將出生的弟弟 再再讓他感到無比焦慮,甚至聽到來自書中的聲音 某天在繼母家傳的大宅庭院裡 因為一個化身為喜鹊的駝背老人 他無意間鑽進了一個異世界 並遭遇了許多我們熟悉的童話故事的變形 在經歷過這些冒險之後 大衛終於能夠接受母親過世的事實 從男孩成長為大人 帶著全新的人生觀回到了現實世界 在那之後大衛過了一個豐富的人生 但也經歷了許多傷痛 他的父親與繼母離異之後病逝 妻兒死於難產,弟弟死於戰爭 他成為了繼母晚年唯一的親人 後來當大衛自己也又老又病 他再度回到了森林裡的異世界 在那裡他恢復了年輕 再次見到化身成為首靈人的父親 並與過世的妻兒重逢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跟本片的劇情比較像呢? 在電影裡,家境優渥的真人 很明顯地被新學校裡的同學排擠 但沒想到真人在回家的途中 從地上拿起一顆石頭 猛力敲起自己的頭部,導致重傷噴血 後來在異世界裡,曾舊公誇獎他 能打造一個沒有惡意的自由王國時 真人卻指著自己頭上的傷口 說那是他惡意的證明 在經歷媽媽在火災中的突然去世之後 真人的生活發生了巨變 不僅如此,他還必須適應 爸爸跟媽媽的妹妹 也就是夏子阿姨再婚 以及阿姨懷孕的事實 更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 讓他搬離了熟悉的環境 來到媽媽娘家的大宅生活 在失誤之書中,男主角大衛的經歷和真人十分類似 但卻出現了更為嚴重的症狀 不只會發生癲癲,甚至還會昏倒 因此書中還安排大衛去給一位心理醫生看診 大衛卻覺得醫生只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案例 而不是真正地關心自己 對這兩個年輕的心靈來說 這一串的劇烈變化,是極其沉重的負擔 因此我們覺得,真人自我傷害的行為並不是尋求關注的呼喚 而是一種絕望的自我救贖 一種試圖掌控、無法言喻的內心混亂的方式 他口中惡意的證明不僅反映了他內心的掙扎 也是對外界缺乏理解和支持的無聲抗議 當然在小孩的想法裡也是很單純地想要逃避上學 只想躲進自己的世界裡 在電影裡,夏子阿姨被設定為是真人媽媽的親妹妹 而姊姊長得十分相像的她,在姊姊過世之後與姊夫成婚 成為了真人的繼母 雖然她很努力地想要扮演好媽媽的角色 但真人卻始終無法接受母親被取代的事實 我們覺得夏子應該是在懷孕之後長期身體不適 再加上真人表面順從 卻刻意用恭敬卻疏離的方式表達敵意之下感到心力交瘁 夏子不僅要面對真人的排斥 還要承受即將成為母親的壓力 而這一切都在她還未準備好接受 這麼多角色變化的情況之下發生的 所以當她在異世界的產房看見真人時 直覺地說出了 我最討厭你了,快滾出去的話 直到真人開口叫她夏子媽媽,她才冷靜下來 我們猜想夏子之所以會被騙入異世界 也是因為一心想要引誘真人的倉路抓住機會 假冒了真人的媽媽 也就是她姐姐的聲音誘騙了夏子 並讓真人看到過程 雖然人離開異世界之後會逐漸忘記發生過的事 但夏子應該小時候可能目睹姐姐消失 或是聽多了家中的人談論曾舊公失蹤的事 讓她也想往那個奇幻世界 想要在那裡尋找著失去的連結 不管是姐姐的影子 自己曾經的自由 或是一種非現實世界才能給予的安慰 這種逃避讓她能暫時忘掉真實世界的痛苦和挑戰 但同時也顯示了她內心深處的脆弱和孤獨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原作中 繼母羅斯並不是大衛的阿姨 而是曾經在大衛母親生病時照顧她的人 因此大衛除了不滿羅斯搶走爸爸之外 更曾埋怨她沒有把母親照顧好 讓兩人之間的衝突更加劇烈 甚至羅斯還曾經打過叛逆的大衛一巴掌 在電影裡,夏子阿姨的老家有一隻蒼鹿 時常在庭院裡徘徊,喜歡偷看家中的人 在真人與他相遇之後就陸續遭遇了許多的異象 甚至後來蒼鹿還直接化身成為一個老人 並且引誘真人進入已經崩壞的高塔中 輾轉進入了異世界 雖然蒼鹿的來歷和用意 在電影中並沒有被詳細的解釋 只知道他是聽命於曾舊公 並在異世界有一定的名聲與地位的角色 不過我們或許能從《失誤之書》中找到一些線索 在原著裡,蒼鹿這個角色 是一個能化身成為喜鹊的駝背老人 駝背老人能夠製造假象或是變身 並且利用親人來操控大衛的感受 但是和動畫中的蒼鹿不一樣 駝背老人在《失誤之書》裡是最主要的反派 甚至曾經欺騙了異世界的國王背叛他的妹妹 藉以換得自己的長生不老 而老人之所以引誘大衛進到異世界 就是打算要讓大衛 以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作為交換 成為新的異世界之王 雖然蒼鹿在電影中的角色定位和駝背老人截然不同 但我們還是能夠合理地推論 曾舊公一直以來都在尋找 有自己血統的人來繼承異世界 而具備幻術又十分狡詐的蒼鹿 就成了他最佳的助手 不只在數十年前引誘了真人的媽媽到了異世界 後來還陸續引誘了真人 以及即將臨盆的夏子阿姨 目的應該都是在幫助曾舊公尋找接班人 根據《海女物子》敘述 真人去到的地方是一個王者佔了大多數的世界 這裡充滿了沒有面孔的亡靈等著要吃魚 吃魚內臟的瓦啦瓦啦 以瓦啦瓦啦為食的醍醐 和想要吃掉真人的鸚鵡等生物 但同時卻又是瓦啦瓦啦成長投胎的地方 電影雖然並沒有詳細的解釋 但兩本原著小說卻分別都有類似的異世界的存在 在《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的第一章《奇怪的經驗》裡 被舅舅稱為小哥白尼的15歲少年 某日從百貨的頂樓往下看時 突然一陣感動 因為他發現在地面上的人潮有如潮汐 在廣闊海洋的世界裡起起伏伏隨波逐流 而自己也只是其中一個渺小的水分子而已 另外在小說第三章的《牛頓的蘋果與奶粉》裡 舅舅也藉由牛頓與蘋果的故事 點醒了少年去深入檢視 表面上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物 至於在《失誤之書》裡 男主角大衛則非常明顯地進入了一個 以他以往讀過的童話故事所組成的《故事的世界》 在那裡他十分熟悉的童話角色以不同的形態出現 逼迫他放棄以往讀這些故事時習慣的情節與結局 改用更為成熟甚至是殘酷的方式面對 過程中他經歷了失去與犧牲 更見證了妥協與背叛 迫使大衛在剎那之間成長 換句話說,無論是真人、大衛、還是小哥白尼 我們可以把他們進入異世界的過程 想像是他們正在經歷成長 剛開始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或是看事情的角度 都是從自身出發 所以當出現和期待不符合的事件時 就會產生一種抽離感 但隨著自身的成長 他們越來越能理解自身在這個世界的位置 以及該用哪種方式與這個世界互動 甚至可能會對周遭的一切產生新的認知和欣賞 這種轉變不僅僅是自我意識的提升 也是他們認知能力和同情心的成熟 他們學會了如何從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進而對自己的行為和周圍的環境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 在電影的最後,曾舊公揭露了異世界的真相 那是一個由一顆天上掉下來的巨石所創造出來的世界 但如果要維持世界的穩定 曾舊公必須要每隔三天用他走訪遙遠的時代和地點 蒐集來的石頭當作積木疊成一個高塔 後來真人拒絕接班之後 令五大王插手破壞,導致積木倒塌 異世界也隨之崩壞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中曾經解析過 這個異世界的另一個隱域就是宮崎駿老爺子一手打造出來的動畫世界 因此片中充滿了其他作品的影子 而如果你仔細算一下就會發現 包含蒼鹿與少年在內,由宮崎駿本人知道的作品一共有12部 而如果這個異世界真的就是他的動畫世界的話 那麼這些石頭或許代表著的就是他的創作 每一顆石頭都承載著他對動畫藝術的熱情和對故事講述的堅持 每一部作品都像是支撐著他動畫世界的基石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面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狀況的變化 宮崎駿依然渴望繼續他的創作旅程 當電影中的高塔倒塌、異世界隨之崩潰的劇情 也許象徵著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挑戰和障礙 或是對過去成就的一種回顧 甚至可能暗示著宮崎駿職業生涯的終結 然而這樣的情節的安排同時也傳遞出一個希望 即使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之下,新的創作仍有可能會誕生 藝術家的內心世界仍然充滿活力 因此這尚未出現的第13顆石頭 不僅代表著宮崎駿對藝術的不懈追求 搞不好也代表著他本人還想要製作至少再一部作品的野心 這種期待超越了電影的敘事,延伸到了現實世界中 我們也希望觀眾們對於宮崎駿未來作品的渴望和好奇 也成為了一種推動力,激勵著老爺子不斷向前 也許還會帶來更多令人驚喜的作品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對這部電影有了更深的認識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蒼鹿與少年》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